哈利路亚 我们要做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活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 在二三七时代 恢复万民圣徒吧 就像今天 十个半的赞美一样 我们拿着话语 能够去救活世界 愿各位这样的活着 今天我们通过 在太书三章 一到十四节的话语 要跟大家分享的话语 就是是律法还是福音呢 我们每次互相问安的时候 都会说 向着万民圣徒 向着二三七国家 五千种人又要救活他们呢 我们向着万民圣徒前行的时候 我们到底是律法还是福音呢 对这一部分我们要去查看 那么我们应该到底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想要的跟大家分享这样的话语 其实或许在各位的周围 有这样犯罪的 或者说失误的 有这样的人吗 那么我们会拿着什么样的眼 去看这样的人呢 当然包括我在内 还有各位 也是失误会犯罪 我们过着这样的人生是吧 此时的神对于我 还有各位是怎么样的去查看呢 今天通过加拉太书三章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三节当中 神呼召了亚伯拉罕 神呼召亚伯拉罕 这就是救恩 是恩典 是信心 又赐给福音 而且 又让他向全世界去宣告 去传达福音 不仅如此 但是亚伯拉罕不断的失误 犯罪 反反复复跌倒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样的人生 在反复的失误和犯罪当中 神怎么样看待了亚伯拉罕呢 圣经当中有大卫王是吧 这些不信神的 所有不信者 他们也认识大卫 因为是以色列最大的王 以色列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但是他却成为了被很多不信者所认知的王 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王 非常在神的面前平生跟随话语服侍神的王 在撒末尔下 十二章 七节当中有讲到 特别还是二十七节当中也有 关于大卫犯罪的内容 耶和华看大卫所行的极恶 所以拿单先知 指明了大卫所犯的罪 然后大卫也有了悔改 就是做了真正的悔改 今天我和各位 是律法还是福音呢 对这一部分 我们要有深刻的思考 我们要向着万民圣徒前行的时候 我们的教会 在神要加给我们的万民圣徒祝福当中 当然神也会给我们开门 是吧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会有很多的人来到我们的教会 会有这样的人 那样的人 那么我和各位 如果不以福音做准备的话 神怎么会给我们一万圣徒的祝福呢 通过今天的本文 我们真的要去查看 是律法还是福音呢 真的要深深的发现神的旨意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能够发现神旨意的时间 首先本论第一点 我们的眼想法 言语到底应该在哪里呢 我和各位的眼想法语言到底应该在哪里 是这样的意思 通过今天本文一节的话语 保罗向加拉太的圣徒做了这样的责罚 说他们非常的无知 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为我们在十字架 被钉 又赐给我们救恩 周围耶稣基督 你们不是亲自在眼前看到了吗 亲自看到了 你们怎么又被别的错误的 所迷惑了呢 耶稣责备他们的陷入与被迷惑 保罗向着加拉太的圣徒 通过今天本文内容 我们可以知道他讲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你们按照律法所活 不去犯法律的罪 这是对于基督当然要去过的生活 不信神的人 他们会看我们的样子 活着的模样 而且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样的内容 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五节也跟我们讲说 使人自由之律法的 并且时常如此 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 那是实在行出来 就在他们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分明话也告诉我们这一点 听了话语守着律法 不遗忘而去行出来的人 他们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 是说是我们的活着的样子 也说的是律法的部分 雅各书一章二十六节也说什么呢 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 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行出来 这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要这样的活着 很多的人 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信心福音 原来看不到这一点 世上的人呢 看各位的时候 只看你们的行为和你们外在的样子来做判断 并如此 所以呢 律法是完全的 你去完全守的时候 没有瑕疵的话 该多么的好 是吧 实际上呢 这样的生活 应该要去在我们的人当中打造才行 因为不信的人 他们在看着我们呢 实际上这一部分也是有需要的 我们很多的圣徒都养过自己的子女 对吧 然后属于胎婴儿部的各位 也是正在培养孩子的过程当中 你们怎么样培养孩子呢 在韩国有这样的话 就是招狗闲的五岁是吧 我们也有这样的 就是非常招人讨厌的这个年龄 他们想要随心所欲 根本不听父母的话 是有这样的一个成长期 你们培养过小学四年级的小学生吗 到小学三年级四年级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叛逆不听父母的话 就是他们一个叛逆的年龄段 还有中学二年级的时候 真的如同地狱般的一样 养育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呢 就是有这样的话说 养初中二年级的孩子 更加让人觉得害怕的是 他们比北朝鲜的金正日 还有美国的FBI更让人害怕 就是什么意思 他们绝对不听父母的话 但是也有相反的例子 有的时候 有的孩子是 哪怕是成家立业了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 让父母心烦上火 我也有这样的孩子 一次也没有说让父母心里面上火生气 我在现场也看到过这样的孩子 也听到过别人的讲论 然后觉得啊真的有这样的孩子 太是生气了 怎么一次都不让父母生气上火呢 我们在养孩子的时候 有圣经话语福所说六章四节 说什么呢 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 是我完全在惹孩子生气 还是说孩子在惹父母生气呢 大部分都是这样的过着生活 对吧 就是说我们的孩子 他们不守法 其实我也是一样 中二的时候 还有高中的时候 我当然无视律法 也当然不听父母对我的教训 现在在慢慢长大的我们的孩子 还有Ramont应该也都是这样 如果真的好好听我们的话该多好 好好的守我们对孩子的制度 原则的话该多好 但是并非如此是吧 圣经当中讲法利塞人 还有萨都该人 还有文士 他们是过着完美的人生 他们对于律法是真的毫无瑕疵 从来也不做这些 让人生有瑕疵的事情 全部的以色列人 对于法利塞人 萨都该人 文士看他们都非常的 尊重他们 这些人从旁边经过的时候 以色列人都向他们下拜 尊重他们 问候他们 就是把这些人 看为自己的老师一样尊重 就这样的完美过着人生的法利塞人 还有这些人 但是基督却不断地跟他们讲了诅咒的话语 这样被人尊敬毫无瑕疵 没有任何一点罪的法利塞人 耶税尊敬毫无瑕疵 听到这句话语的时候 真的去默想 我发现让人真的很害怕 不仅他们自己不进天国 还要阻拦人不去 不能进入天国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是祖南福音的人 哪有什么罪 比祖南福音的罪更大呢 律法 伦理 他们的生活是如此的完美 但是耶稣却说他们错了 马太福音12章当中 也不断地讲这样的内容 讲了他们对他们的诅咒 择罚 为什么呢 他们如此的完美 完全没有瑕疵 对于律法 拿着律法来看的话 他们真的没有一点点错误 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 却不断地对他们 去说了诅咒的话呢 对于这一部分 我们真的要去做深深的思考 去默想耶稣基督的话语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么如此看来的话 本论第二点 我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我和各位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常常对于我自己拿着律法去做检验 去小心 对别人以福音去对他的话 那应该很好是吧 但是我们却常常相反的做 对于自己呢 常常是律法性的时候 对别人的时候也会拿着律法去看别人 对自己拿着福音去看的时候 看别人的时候也会拿福音去看 我自己到底刻印根基体制什么呢 按照这个就会展现出果实 以福音刻印根基体制的时候 那么所结的果实也是福音的果实 但是非常完全 没有罪 没有什么瑕疵 然后生活很完美 但是却如果没有福音的话 实际上也只能结出诅咒的果实 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意思 今天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四节的话 也告诉我们说什么呢 这样的律法是我们迅蒙的师父 引我们到基督那里的 使我们因信称义 告诉我们说 这个律法只是我们的迅蒙师父而已 那么谈语圣经里面讲的是小学老师 那小学老师说什么 是一个启蒙老师而已 以前的时候在西纳贵族当中 他们对于孩子做教育的时候 从六岁到十六岁 他们会邀请老师来教育这个孩子 那这个老师呢 是什么样的老师呢 是从奴隶当中去挑选 就是在奴隶当中也有非常聪明的奴隶 然后邀请这个奴隶过来教育他的孩子 从六岁到十六岁之间 对的教育就是邀请奴隶过来当老师 但是这个孩子成长成为成人的时候呢 那么做这些迅蒙的老师呢 他就是暂时被称为老师 结束了他的任务之后 然后再次回到奴隶的身份 这到底在说什么呀 今天加勒太书三章二十四节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语 我们在罪当中通过律法 我们知道啊是这样的罪 我们就明白了 然后因此听到了福音 所以我们因着耶稣基督得救 没有称义在福音当中的时候 那么我们没有必要再需要律法的意思了 这就是教育迅蒙的师父的意思 福音是完全的是充分的 是一切 福音没有什么缺乏的 耶稣基督福音 神的话语是完全的 是一切 是充分的 话语告诉我们就是这样的含义 律法性的部分更大 还是福音更大呢 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当然福音是大的 耶稣基督 神的应许话语 唯有福音当中有一切 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话语 我们教会现在要向着万民圣徒 必定为万民圣徒来到我们教会 会有很多人来到我们教会 对吧 那么对于这样的人 我们唯独只要准备福音就可以了 话语告诉我们的是这样的含义 今天我们读了本文 十一节的话语也说 没有一个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 这是明显的 因为经上说 一人必因信得胜 必因信得胜 他把古书二章四节也说 因信称义 罗马书一章二十七节的话语说 也是因着福音 因着信 我们能够称义 当你们看圣经的时候 新约也好 旧约也好 都会讲义人这个单词 今天我们通过本文当中 也说了亚伯拉罕是义人 在新约当中也讲了义这样的部分 那这到底说的是什么呢 不是说的人对错 圣经当中的义 不是说的人的判断 不是人说的对错 而是什么呢 耶稣基督 福音 应许 那你们在读圣经的时候 无论是旧约也好 新约也好 关于义的部分的时候 你们就要知道 这是讲的耶稣基督 是福音 是话语 如果把这个代入进去的话 你们就能够看懂圣经 也就能够领悟圣经了 但是呢 常常人们把这福音当中 我的意 我的主张 我的对 当这样去主张的时候 就会不断的变成 我们所听到的内容 创世纪三章 全部陷入自我中心当中 而我的意是这样 而我认为的罪是这样的 我认为是这样 所以这样 就会常常去变为判断 那么 如此看来的话 像我这样的罪人 我怎么能够得救啊 像我这样犯了很多罪 有很多失误的人 怎么样才能够得救呢 各位以福音救活我 要传达给我福音的话 我才能活过来呀 对吧 虽然我知道什么是罪 如果我们说拿罪去评判 评判一个人要去 对他定义法律的话 他怎么样才能够活过来 是吧 所以加勒太书三章 告诉我们的话也就是 拿着福音要去救活人 是这样的意思 无论是谁 唯独耶稣基督能够活过来才可以 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话语 犯罪的也好 常常失误的人也好 或者跌倒的也好 贫穷的也好 或者是富翁也好 有学识的也好 无知的也好 在福音当中 要去救活他 这是话语告诉我们的内容 今天通过圣经本文 讲的亚伯拉罕 从最初就给他的是福音 让这个福音 要去传 让他传达给外邦人 拿着律法 来看的话 我们都是死去的人 如果拿律法来看的话 在座的各位 真的非常抱歉 一个人都不会得救的 一个也没有办法得救 就是说一个人都不可能说是因着行为能够得救 我们是因着福音 因着恩典 因着信心 这个信心也是神赐给的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救 这样的人都不可能说是因着福音 所以我们真的要准备福音 耶稣是基督 耶稣是基督 是律法的完成 完整的是基督 律法 只是一个迅蒙的师父而已 但是完整 但是完整 充分 一切 这才是福音 是基耶稣基督 这才是义人 就是能够被称义 义人 义 这说的就是耶稣基督 因为耶稣基督得救的我们 我们在一个成圣的过程当中有变化 我们有救恩论 就是系统神学的时候 有这样成圣的意思 就是说我们称义 作为神的儿女 我们被称义 但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一次事件 我们就能够得救 然后说成圣是慢慢变得圣洁 我们实践话语 去行出话语 这不是说一次性就能够成就的事情 我们得救之后呢 需要很长的时间 来拿着话语去形成刻意根基体制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过着成圣的生活 所以成圣这个单词是什么呢 要传达给我们的就是 因着神的恩典话语才可以形成 因着神的恩典 这成圣才能够成就 享受福音的深度 这个本身是告诉我们要享受神的话语 上一周我们 担任牧师在传道学当中也讲了这样的那种 有的时候他会说这样的话对吧 会成的 福音的话就能够成 所以各位不要想着要去做 而是拿着福音让他形成 听福音领悟福音享受的时候就可以形成 当话语能够听进去的时候就能够形成 这就是福音 他的行为 律法性的瑕疵 律法性的这些对错 我不要去拿这个去指责判断 而是只要听到福音的话语就可以 当听到神话语的时候 神就会赐给我们圣灵充满 那么因着圣灵的充满 我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有实践 也会有行为的 各位的子女 真的对于子女而言 你们要快一点明白父母 理解父母 我们这么想 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好对吧 但是我们的人们次呢 他们理解父母 领悟父母的话 有可能会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哈纳教会的圣徒 都真的能够深深的 因着福音刻印根基体制 当这样的话该多好对吧 但是我们哈纳教会也有很多的圣徒 没有正确的理解福音 而且他们的刻印根基体制 也没有办法形成 这样的圣徒也有很多 所以呢 我们就是等待呀 就像神在不断地打造着我一样 神也是不断地在打造着那个人 我们真的应该要去相信 愿各位能够相信 这叫做成圣 这是福音 我和各位到底是在哪里呢 是律法还是福音呢 现在我们教会如果要来一万名圣徒的时候 就会怎么样会很复杂 让人觉得很郁闷 有的时候常识性的时候 无法立的事情也会有很多 也有的人可能精神问题很严重 来到教会可能大呼小叫 来妨碍福音话语讲他礼拜 有很多辛苦的人 很艰难地会来我们教会 但是我们应该要拿着什么样的眼目来看这些人呢 我们的眼 想法 语言应该要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那么我和各位到底应该站在哪里呢 我和各位应该要在的位置就是福音的位置 耶稣就是基督 基督耶稣是我们一切问题的解决 更正确准确地说的话就是 耶稣是基督 是我所有一切问题 现在一直不断地解决着 是一个旅程 是一个过程 无论什么时候 总有那么一天 神的话语 福音 来为基督 我必定会刻印根基体制的 有一次我们的单任牧师 我不是要夸我自己 有一次单任牧师 在话语当中说我 我说我非常福音 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的欣慰 假如我们的单任牧师看到我说 你是个律法的话 那我该怎么样 我觉得真的那样的时候 我就要去做很多的思考了 但是非常庆幸的是 单任牧师说我非常福音 我真的很感谢 我知道 因为我是一个有太多漏洞的人 不会做工作 让我去做的事情 我没有办法好好地去负责 我反正就这样一个人 有的时候我都没有办法跟牧师去报告 就是有这样的人 对吧 心里面很想做 但是做不好 我就是这样的人 有很多的失误 但是我们教会的副教母人员呢 非常的是福音的人呢 然后真的希望你们不断地为我们的教会副教母人员 不断地祷告 我们的副教母人员真的全部都是福音 这样也是福音 那样也都是福音 所以多么的珍贵呀 人能够唱福音 哪怕是这个人有失误 也犯罪也错 但是他是福音呢 因为是福音 所以非常的帅气 我们要这样的看到才可以 这才是属福音的人 以佛所书四章十五节 也给我们讲了这样的话语 说我们在基督里面去爱的时候 那么凡事在里面会能够成长 那么他就是什么呢 叫基督 说他会成长是什么 是旅程的意思 现在这个人们的样子 让我们去看的时候 就会让我们失误 我们看到圣徒现在的这个样子 有可能会让我们很失望 但是去等待 而且要去等祷告 能够让他们在基督里面 在福音当中去成长 能够连于基督去不断的成长 这才是福音的人呢 我们应该在的地方 就是这样的地方 哪怕你犯了哪样的罪都没有关系 哪怕有任何样的失误都没有关系 就想犯罪 所以就犯罪了 也没有关系 想失误 所以就失误了 没有关系 不断想做叛逆 没有关系 你们不也养了自己的子女 对吧 你们的子女让你们心里面伤心 让你们辛苦 让你们非常困难艰难 当然子女有的时候会听你们的话 但是他不听 直到最后跟你们对着干的 这样的子女有很多 我也一样的 有的时候 为什么要生这样的一个孩子 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是暂时有这样的想法 虽然这个想法不是永远的 但是暂时的这个时候 也有这样的时候啊 但是怎么样啊 拿着福音去等待 我的孩子一次都没让我上火 那后来会怎么样啊 不是的 会大大的让你上火的 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去担当的 对吧 没有办法去承担的 但是我的孩子是怎么样的 是慢慢的不断的一次一次的 然后过来让我上火生气 所以我得话语 拿着福音 然后得力量 然后再去包容 把这个叫做什么呢 成长 这叫做属灵的成长 成圣怎么可能一次性的形成 对吧 能够帮助他去听话语 让他能够在成圣的过程当中就行了 我们到底应该在哪里呢 这一周 愿各位能够深深的去默想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结论 拿律法的眼去看人 去判断去想法的 做思考的时候 绝对没有办法得到万民圣徒的祝福 不管是谁都可以来教会 都要来教会 来教会的人不是完全的人 来教会的人他怎么可能完全呢 所以我们要与福音的眼去看 跟他去讲福音 你拿着福音去等待 让这个人拥有 我们要给他能够拥有福音去改变的机会 传道者保罗也在七章 二十四节也是在八章 一节二节也这样的讲论 传道者保罗也说这样的话 我是如此受苦的人 谁能够让我从这死亡的肉体当中 脱离出来了 因着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感谢神 但是呢 我自己却拿着肉身 却不断的去向罪屈服 所以在八章一到二节 他有了这样的结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今 讲律法是我没有办法得救 是这样的意思 这是律法的定义 但是我们只停留在这里是不可以的 那么重要的是流氓 八章一到二节的内容 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 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哈利路亚 这是保罗的信仰告白 是完全的福音 虽然有可能会艰苦 有可能会因为罪的意识 我们不断的失误 我自己会灰心 会失望 有可能会因为是人 但是不是的 我们是义人 神说我们是义人 不是人所说的义 我看最近有很多人 都是要显出自己的义 他们不是说福音 他们无法饶恕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福音 但反正我谁都能饶恕 不是说我胸怀大 而是因为是福音 所以就可以都能饶恕啊 有可能这个人会这样 人就会这样啊 我这么说的时候 人们就会误会我 如果是福音 难道不就都会成就吗 难道不是吗 你怎么自己就能够得救啊 难道不是吗 亚伯拉罕 当他完全领悟福音的时候 然后就成就了世界福音花 大卫也是完全领悟福音的时候 也能够成就了世界的福音花 犯罪失误 如果去对他做惩罚的话 谁能够被救活呀 一万圣徒不断的要来到我们教会 一万的门徒不断的要来到我们教会 但是我们说这里面的人其实有很多犯罪的失误的人 对吧 但是我们说对他有法律制裁的话 那么这些人怎么能够去被救活呀 是吧 假如说你完全的行了神的法律 守了神的律法 但是却没有福音的话 这却是诅咒的人呢 耶稣基督现在跟我们讲的是这样的内容 没有福音 你这个完美却是诅咒 果然我和各位还有我们的教会 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呢 这一周也愿各位 能够在福音的位置上救活现场 在其实现场那种拿着福音去救活 享受传道者的祝福 用主的名祝愿各位 神的感谢你 人怎么样才能够 因着律法得救呢 所以我们需要福音 愿我们能够在这一周 圣里拿着福音救活很多的人 被树立为传道者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谢谢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 神宽大的爱 圣灵神的引导与做工沟通 这一周当中也愿持令福音 救活所有现场的圣徒 愿站在他们头上地教会 还有宣教地 从今世上永远 常常与他们同在 阿们